這條影片就講一下如何Simplify這個Expression Simplify這個Expression的重點是要令兩個Index有一樣的狀態 因為那兩個Base很明顯是無關的 怎樣令到Index有一樣的狀態呢 其實你要找到1428和190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但這些噁心的數字就好像很難找 怎樣都可以很快有效地找到 以下這個方法就不是最Regulous 但很多時候都很有效 我估且這個H就會等於Hcf of 1428和1904 即H是他們兩個的Hcf Hcf就是H是他們兩個的Common Factor 所以H乘某些東西就應該會等於1428 我估且叫A 即H乘A是等於1428 另外H乘B就是1904 好了,然後我就試一下除一除 除一除底下就會1904 除1428 就會等於Hcf Hc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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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找到Hcf Hc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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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f Hc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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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原來HIGHEST COMBAN FENTA是476 即是476乘3等於1428 先寫出來,1428其實是476乘3 1904當然就是476乘4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下去 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東西就會比較容易處理 1428就是3乘476 然後1904就是4乘476 所以我們就會得出 將它放進去的固度 就會是7乘4 好,然後現在Index寫一樣 Index就是Base乘Base 好,這裡都按一按機 就會是2乘3乘7乘4 就會是19208 19208乘476乘4